黑神话悟空掀起的热潮 不仅仅是国产游戏的一次重大突破 游戏中呈现的中国元素 给全球玩家展现了一个充满魅力与想象力的中国神话世界 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与输出的一个新的途径 当进游戏的时候 就是弹道天空跟那个二郎神对峙的一个那个画面 就已经让我很震撼了 定峰珠的法宝啊 地火灶什么的 就这种细节就很多 很符合我们一个西游戏的一个背景 浙江传媒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游戏方向教师李炫心 从四年前就开始关注研究这款游戏 在他看来 这款游戏之所以受到欢迎 除了顶尖的视觉体验 游戏的叙事模式也更吸引玩家 它的叙事不光是原原本本的 把西游戏的这个名著当中的剧情给融入到其中 它还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一些个原创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吸引玩家去继续读下去 从名山大川到千年古叉 从高腔配乐到人物设定 不少外国玩家通过关注这款中国游戏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不止是悟空 近年来随着国风国潮的兴起 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游戏越来越多 从事游戏开发设计近20年的张小蝶告诉记者 现在他们80%以上的产品都与国风主题相关 三国题材的然后包括春秋战国题材的产品 在日本韩国在东南亚港台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它需要跟着用户粉丝能够有更深度的这种融合 中国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表达 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 163.66亿美元 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元人民币 游戏出海的背后是中国文化自信 与游戏技术的双重飞跃 近几年中国游戏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地提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正在迎来矩阵式的突破 现在的这个CG技术像3D扫描技术 已经有效到真的是分好比线 就如何用这种先进的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技术 然后去发掘这些个视觉形象 有效地把这种路链打通 是一个就很重要的点 感谢观看